嗨 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大家应该都知道 糖心蛋也是很多人喜欢吃嘛 那我今天也想要来试试看 做个糖心蛋 那我都特别去买了一盒蛋 这蛋我买比较好一点的 这一盒大概多少钱 大概80块上下吧 那我想用这个蛋来做糖心蛋 那怎么做呢 那就是说瓦斯炉上先烧热水 把它里面再加一些盐巴下去 我准备做五个 先把蛋洗一洗啦 好像已经开了 我就来放 轻轻的放 小豆腔 让它中大火 然后煮个六分钟 我让它计时起 六分钟了 然后我们开始了 就把它盖起来让它出 那我就先来做那个酱好了 我今天要做的是日式酱油味道的 那我当然就是准备了这个日式酱油嘛 能倒一些 这个其实调味都随个人啦 就看你喜欢味道怎么样都可以就对了 好 再加点味淋 然后再加一些那个冷开水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味道可能要要试一下 好 时间到了 我们把它关掉 好 就熄火 把这个蛋捞到我准备的冰水里 让这个蛋泡在这个冰水里面 让它冷却以后 我们再来把它剥 哇 剥好了 好 再来后我就可以把我们准备的酱汁 把这个蛋放进去 就很简单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一天 我们再拿出来 这个是我泡了一个晚上的糖心蛋 现在我们把它切开来看一看 把这个保鲜膜撕开 应该也是有入味 各位看这个蛋的颜色就有比较深了 我们来切 切开来给各位看一下 哇 好漂亮 各位看 这么漂亮的糖心蛋 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做的糖心蛋 然后做法非常简单 各位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试试看 好 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